大家好, 歡迎來到伊斯輕鬆頻道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讚好、分享 和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今天我們的行程很簡單 鄭州遊覽鄉山古城 下週, 我們去一連一度的中山小南菊花會 觀賞菊花和菊藝造景 因為交通方便原因 我們參加純晚一天旅行團 旅行團是由深圳羅湖口岸出發 走經深中通道 過多小時後, 我們來到中山了 我們來到石崎河吧 橫過奇江橋 這裡石崎河的風景也很美 中山古稱鄉山 因盛產陳香而有這個名字 鄉山也是孫中山先生的家鄉 在1925年, 鄉山縣就改稱為中山縣 在1988年, 鄉山縣 這條叫鳳鳴路 橫過馬路, 就是鄉山古城的範圍 鄉山縣眷以南宋召慶22年間 在明清時期, 鄉山是中海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書樓 作為孫中山先生的家鄉 在民國時期, 鄉山縣就開成一條抗馬路 鄉山縣眷以成為民國的模範園 財富匯聚, 人焉籌密 而今天的鄉山古城呢 是保留了清代階項的體系 民國時期的中西合璧風格建築 和保留了豐富的文化遺產 有東西是鄉山縣眷 在廣島上, 鄉山縣眷 在古城裡漫步 千年的歷史就在我們的脚下 走前一點就是中山公園 公園依山而眷 翠竹格道 虎樹參天 站在公園的高處 可以附陷古式古鄉的鄉山古城 位於公園山頂的煙敦山塔 是向明朝萬曆三十六年建造的 塔高24.5米 是一座七層八角專砌花塔 公園的下面是鄉山劇場 休閒的依依偏偏起舞 再走前一點是孫文西路步行街 在徐唐時代 這裡已經是進入鄉山的官道 在民國時期修建託闊 就形成了今天的棋樓商業步行街 這裡的步行街正在保護活化工程 下次再來就會有一番新景象 行背左翼可以在這裡坐下 喝杯中山名茶五桂雄 這裡有很多手信 是新家,終於就買了 下午我們在附近的酒家吃飲 吃半午飯,我們坐車來到小蘭 看看這裡非常熱鬧 小蘭有谷城的美語 至古以來家家戶戶都喜歡種植谷花 小蘭谷花會已經有200多年歷史了 小蘭人的祖先蘭千道四道定居 發現這裡黃谷遍野 日香流金,景色疑人 在清家慶19年舉辦第一次的谷花會 在2000年後,這裡每年都舉辦谷花會 並在2006年被列為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今年的主題是 潮起灣區,花香谷城 會期是由11月29日至12月18日 進去看花是要買門票的 主展場的面積是達23萬平方米的 展出了幾十組谷花造景 谷花的品種都有千多種 今年谷花會的最大亮點是 這條長達188米 由谷花打造而成的華帝長龍 創造了個內最長的谷花龍 來家細心觀賞谷花 這條長達18萬平方米的 造景 搭聽 这组是由不同菊花设计而成的心中通道 这组德布啤酒花圆很漂亮 荷兰封尺 看看英国巴士到来 会场里设计有展览区 还有光舞座庆 也可以品尝调走 会场里面的景色也很漂亮 一边欣赏风景一边上下花 很写意 走好久了 我们现在就踏上归陀 坐旅游巴士回罗湖 结束一日愉快的行程 今集到此为止 喜欢这条影片的请给个like 分享 和免费订阅 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